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屏东基督教医院乳房外科邱玉瑞主治医师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乳房超音波的常见表现 首先本院设有最先进的乳房超音波仪器 有专门的女性乳房技术员 以及我们乳房外科的专家医师 做检查及诊断 在乳房超音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乳线的排列 以及是否有乳房硬块的发生 当我们看到乳房的硬块 我们会去评估它的大小形状 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穿刺切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确实的病理报告 一般来讲乳房肿块如果是规则 有弹性、圆形或椭圆形 内容物相当的柔软 这时候是良性的机会就特别高 但是如果另一方面 这个肿瘤是呈现不规则、坚硬 甚至侵犯周围的组织 那么这个肿瘤是恶性的机会就偏高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穿刺切片 来去做乳房肿瘤的诊断 以上是我们关于乳房超音波的介绍 屏东基督教医院关心您